110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7号要在云林县登场 圣火是由北港朝天宫引接的母火 10号校传递到花莲 由花莲县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迎接主火 全中运圣火采立时针方式进行全国及领导的传递 为全中运揭开序幕 10号下午4点多达回圣火一路行车及传递 地达花莲县政府教育出前广场 由饶中处长代表迎接 并从这一次赛会圣火组人员手中接下了圣火以及高举 完成花莲县交接传递工作 圣火组人员也特别代表赛会东道组云林县长张立善 向花莲县政府致意并赠送纪念品 而饶中处长也代表县长回赠花莲好物 首先代表花莲所有的县民热烈欢迎 110送我对玉林本县由本县来接棒完成本县的路程 我想110送我传递到花莲 在整个圣火的传递可以说已经完成一半的路程 也辛苦他们了 那接下来也祝这所有的路程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 在4月17号到大会开幕的时候 还顺利的来进行 随后由赛会圣火组人员在转交担任 花莲县圣火传递工作的花莲体重射箭队选手 并由交易处一路北上 交易处长饶中除了代表县长 花莲县全中运圣火传递花莲 并未免大会圣火组的辛劳之外 也期许参与今年全中运的花莲选手 能够获得最好的成绩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